你觉得老孟跟佳姐这次谁都错 不好说 你们女人就是问题多 你以后到林佳这个年龄 你可不能这么对我 佳姐也很可怜 跟了孟云五年 从你们刚开始创业 到现在的小友规模 不一直都这么支持过来了吗 我倒是觉得 是老孟有点太在乎事业 不是 你们女人口口声声地说 我的男人可以没有钱 但是不能没有才华 这年头有才华的谁没钱啊 为了证明你们口中的才华 我们必须得不停地挣钱 好 你们男人也总爱说一句话 我这么拼命工作 不就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吗 余飞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没了我 你就不奋斗了吗 问得好 没你不还有别人的吗 什么 不是 我的意思是 这一个男人总会为了一个女人 而去奋斗 不是吗 哎 他们俩不会这次就真的这样分了吧 分不了 我看也就是逗逗嘴 只不过这次闹得比较大 好那么多年了哪能说分就分呢 余飞 谁啊 一只饭 公司的事 老孟让我给他安排一饭局 对 我不信 给我看看 丁点 咱们俩好这么长时间了 你还怀疑我 看 可以 但如果看完之后 手机里什么都没有 你得向我道歉 好 你手机里要是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给你道歉 好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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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微信来的吓我一大跳啊 快给他捞起来啊 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你别使脚灰啊 哪儿呢 哪儿去了 你故意的 干嘛呀你这是 干嘛呀你这是 余飞 咱俩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今天回到这儿 就是回到原点 你刚才手机那事我没过去的 我承认 我是 朋友多 但那是认识你以前 认识你以后我早改了 改了 好 手机这事咱今天不提了 咱们吸取一下老孟和佳姐的教训 多交流 多沟通 今天咱们交流到底 什么意思啊 坦白举 坦白什么呀 说说咱俩认识之后 相互都瞒了对方什么事 我说一个 你喝一杯 你说一个 我喝一杯 不带急眼的 敢不敢 你敢我就敢喽 好 来 有一天 我跟你说我才加班 其实 我跟兄弟们去网吧打游戏了 余飞 野蛮点 这算事吗 你来点干货 干货 就是跟两性有关的话题 来来来 你打个样 好 你听着啊 你手机里那些妞 什么西西啊 倩倩啊 紫寒什么的 都是我删的 我趁你睡着了 拿你指纹紧的锁 我你 不带急眼的啊 我大腿跟的纹身 不是我妈的名字和生日 是我初恋女友的名字和生日 我说你妈怎么叫coco呢 够狠 怎么样 游戏好玩吗 好玩 那继续了 来呀 我过生日收到的那个包 之前我跟你说 是闺蜜从美国代购的 其实不是 就是正在追我那男的送 之前公司发福利看电影 其实根本不是公司组织的 是我前女友回国请我看的 上次 我跟你说 我跟闺蜜去花水湾旅行几天 其实不光只有女孩 还有两个份儿带 她们请的客 就是你去旅行那几天 我参加了一个姐们组织的轰趴 三男三女都喝大了 还没回家 半年前 你微信里面突然加了一个美女 你俩聊得挺嗨的 后来突然断了联系对吧 我现在告诉你 这姑娘就是我找来试探你的 这边我不行 我告诉你 没断 后来她换了一个微信号加我 我给她改了一个男人的名字 她现在还挺喜欢我 你说气不气人 就是你的闺蜜 萌萌 对吧 萌萌你妹 萌萌 萌萍 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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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